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来到2月2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政院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Ravi 美股星期四又变得很胆 导致再破颠收屎 恒之夜期升到88点 等下问Ravi如何看市况 尤其是三大只美股的科技股 公布业绩之后 表现其实是刻意的 怎样看呢 以至是讲过一些焦点板块 大家有什么股票研究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到你的名字和想问 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大型科技股在公布业绩前 获得投资者追捧大协 美股大幅回升 加上市场预期债券供应稳定 10年期债息跌穿3.9厘关 道指收复昨天的失地 马就再度破顶收市 道指升369点 报38519点 标指升60点 报4906点 纳指升197点 报15361点 五大市场忧虑地区银行再爆危机 纽约社区银行股价再错1.1 美汇指数曾升0.5% 英伦银行暗示一旦通胀放缓 考虑下调利率 英镑曾跌0.5% 之后回升 焦点美股方面 亚马逊在业绩前股价升2.6% 收市后公布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做好 而另外路透引述META内部文件说 META自行设计AI晶片今年投产 计划向旗下数据中心提供 META股价在职前升1% 收市后公布业绩超预期 并且宣布回购和派息 盘口股价急升 至于苹果在业绩前股价升1%以上 盘口股价熬股 主要因为大中华区的收入比预期差 另外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网易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 腾讯升0.4% 美团升0.2% 百度和阿里巴巴跌0.2%至0.3% 京东跌0.7% 汇丰控股ADR给本港收市升1.4% 至宣布61.78% 有邦升0.5% 比亚迪升1% 港加索就轻微偏远 接下来看今早外围市况 亚太区股市普遍向好 其中日本市升0.5%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6,193点 升181点 南韩市方面升1.4% 升幅比较明显 澳洲股市都向上 其中澳洲市升0.9%左右 新斯坦升0.3% 接下来看导致期货 升6点 至于恒指黑企 今早上也是向好 预示港股 待会有机会向上 初段 黑企升94点 我们先和Rabby谈谈谈 美股的情况 三大的巨头 七雄之三 公布了业绩 我们续续说一下 不如用盘后 股价表现最强劲的 我先说一下 Facebook的母企Meta 上季业绩比预期好 上季收入升至两成半 到401亿美元 兼且是首次宣布派发 每股0.5美元的股息 又宣布回购股份 今季的销售额 估计是345亿美元到370亿美元 上季的正利润 按年升两倍 到140亿美元 因为网上广告市场持续反弹 所以利好收入上升 亦比预期高 而收入的增速 亦是2021年中期以来最快 每股收益5.33美元 亦比预期高 以及刚才说的 宣布回购 就是500亿美元的股票 以及首次派息 先看看盘后 现在的股价是如何 因为看到 动力最强是它 如果三个公布业绩之后 盘后升是一成半 先讲一讲 是否值得跟进呢? 是的 当然 因为我觉得最主要一点 就是业绩是很厉害的 无论你说过去第四季 或者它这次给予第一季指引 或者刚才说到一些牌试 回购 所有东西来说 其实基本上 粗略来说 全部都是比预期好 还有有惊喜 所以你说盘后股价有个上升 其实是一个很正路的表现 但是我想矮的地方 就是你看现在的图 都知道其实升了很多 我想也是那样东西 入不入场 现在才入场 始终确实是有点尴尬的 因为真的升了很多很多 唯一可以做 就是真的慢慢去埋 如果还看好的话 但是我想反而反过来说 就是如果还是有货的 你有一定是要保持住 因为起码 因为本身说真的 这个星期未来之前 大家都知道 关注点是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七红有五个 这个星期出业绩的 大家都知道 这五个其实你打开图 可能本身很多个 都是在顶位的 所以最害怕一点 就是会掉漏 例如业绩有些掉漏 或者预期有叉叉 有Tesla那一刻 这样才会怕有一个大跌 但是起码 你一见到 譬如Meta为例 没有这样出现 所以如果你有货 那当然是要保持 就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当然了 就是说的业绩 的确是比预期好 譬如上一季 你看看收入 其实和每股盈利 都是比市场预期 是为之高的 最主要是广告那边 收入的帮助 是比较大的刺激 而以来 它到今年第一季的指引 其实一初步去看 那个收入的预期 都是比市场的行业 一般的股 是为之高的 最主要一点 就是见到 每日和每月的每日用户 其实这个数据 都是比之前市场股价高的 那这个也反映了 其实去到这一刻来说 大家都还有机会 弱于在Facebook里面去玩 去用 去成功 这个是挺帮助到 那个盈利的一个带动 还有我想刚才你也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比较 叫做是令大家惊喜的地方 就是它排息 还有一个500亿美元的回购 那这两点 对于股价一定是 是够更大的资产 因为始终一来 去到这麽高的位置 那当然 就是业绩要对板 但我想大家都更加希望 就是对板之余 有没有多一些更加多的 趋发动力 因为你很难要求 只是下下靠业绩 多少多少增长 再推上去 这是很难的事 但是去到这些高位置 还觉得回购 那是不是意味着 可能公司都还觉得 企业的价值是更加之高呢 这个似乎还有一个 可能推动的力量 而且你看到它肯做 这么多回购 还有一个派息 那意味着它的现金水平 是挺充裕的 如果看回今次的业势来说 去年年底来说 它手上的现金是有654亿美元 所以是够了派息加回购 所以这个令大家 都挺有个不错的画面 就是今晚你开始 又好像有很多货币 而且有很多货币 你又肯做这些动作 又肯派又成了 那当然 能否保持到 但是我想这个是第一步 对大家整体的看法来说 的确是有些惊喜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的看法来计 当然 是惊喜 是比较大的因素 因为始终META 大家都知道 近年改了名后 其实大家本来 在它更加多元宇宙那边发展 但其实这边来说 到这一刻 都不是太多东西 所以你现在要继续看 因为你每次说真的 还是靠老本行 Facebook 我说过靠有货币用户 这些 现在有惊喜还可以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可能突然间 两个季度之后 会不会足足地 这个又是要再看 所以我想 其实看它也好 或者简单去说 可能其他几个也好 我觉得 要留意一点 有一部分 其实业务是偏向单一 正面之外 接下来留意着它近年 说的一些 例如一些新业务的发展 是如何 如果能够往后 更加做到更多一些贡献 我觉得股价才有更加持久的一个 一个省势 是 我懂得到你的意思 就是说 升得这么厉害 可能主要反而是因为 期望本身不是很厉害 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如果另外一只 对了 Amazon又怎样看呢 因为它的盘口也是做好 上季的正利润 按年大升了37倍 到106亿美元左右 收入按年升1.4 到178亿美元 都是高于市场预期 反映假日消费旺季 以及10月的prime day 成果超预期 每股收益1美元 都是高于预期的0.8美元 看到第一季的指引也乐观 收入预料是1380亿美元 到1435亿美元 看看盘口的股价 很厉害 曾经升得多 但后来收窄了 盘口最终升了7% 也说一下Amazon又怎样看呢 我想整体的看法 都是比预期有些惊喜 因为其实它的看法 虽然业务不同 但有点跟刚才说Meta 有点相似 因为本身 虽然它们也是 在那七雄里面 但我想 特别过这一年 这七雄里面 大家会更加焦点 可能是Andedia 或者Microsoft 或者刚才过去 插了的Tesla 这些人也会说 但反而 你排一下 Amazon 或者刚才说Meta 其实排得相对厚一点 因为可能始终的业务面方面 大家一来刚才说 比较偏向单一点 而且如果你照说 Amazon 始终都是做一些电商方面来主 其实电商近年 虽然有一定的需求 但始终大家肯定会觉得 增长 其实可能已经不是太高速的 但结果出来今次的业绩 的确也是 跟预期来说有个惊喜 所以令股价盘后来说 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应 这是第一点 无论是过去这一季 或者是来到这一季的预期 而且起码他又给了这一季的预期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时不给预期 大家会更多的揣测 或者引优 这两点都叫做到 或者有一个惊喜 而另一点来说 刚才除了你说 因为过去这一季 比预期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消费的旺季 可能是美国当地的假期 Prime Day那些做得好之外 其实另一点就是 云业务那边 其实今次来说 云业务的营收 也有同比升一成三 虽然不是非常高速的增长 但一成多的增速 其实已经比市场估计好 因为市场曾经担心 市场对云的需求 会有一个下降 变相最终出来 也有一个增长 这些是一些额外 多一些两点 因为刚才说 本身业务可能偏向更加单一些 如果有云业务 有其他的业务 撑起来 那会更加是理想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说今次业务 是有些经历在 而连到股价方面 是比较强的 当然走势上 和刚才说的Meta 都差不多 都是一个非常强的表现 我想在部署来计 其实也是一样 有的 至少业务也没有任何脱漏 可以照耗住 甚至没有破坏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 我认为不需要这么急去走 继续坐 但是始终后面要看几件事 一来今次的业务 没错 比预期更好 但是始终他们 都是做 刚才说的传统电商为主 其实也很好看着经济面的状况 美国当地经济要看 因为始终现在暂时 大家对于当地经济的看法 都尚算是乐观的 都觉得会有一个 大家一起听 金法美女的一个说法 就是不运不复 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或者就算可能 没那么好的 都是一个软弱的情况 这个最终要望 是不是真的这样 这个往后 就要更多看数据 或者实际通胀的表现是如何 而以来 我想也要看美国以外 例如内地不同地区的一个经济状况 这也有些关系 所以变成今年来说 可能相对会是 要继续比较看紧一点的一年 因为始终经济面方面 那个变化可能是相当会大一点 所以我想暂时来计 业绩OK 股价我想短期是继续会强的